第九場賽事 三班千四米的賽事 這場只有十二匹馬 很久沒見到張俠終於出來跑 賽前只有一貨四集 十二月到現在 《美好世界》繼續是潘頓 朋友的九檔,看看黑服 一到季尾,差不多 已經有很多馬 我都說殘局 下棋 很多馬都不行 這場可以的馬都不是很多 我覺得那隻波爾多 這隻馬你殘,他還沒殘 他剛剛才來了 他剛剛才到位 怎樣跑一跑 上一次跑到千二米 當時千二米 如果看回那天 其實潛滯馬有優勢 所以最後包裝必勝 只要下很多飛 如果前置馬有優勢 波爾多後追 可以稱先 他還要 他在那些地跑 好像不用力 還要追贏那隻時時歡呼 時時歡呼 都挺升級馬的 追不到前面那隻 他在那些場地上跑 好像跳飛 好像不用力 我就看到 好像水上飛 馬,騙馬 著跑 立得 你就在那裡捱 在那裡爬 叫我彎 好像不用力 這次 千四應該到千二乏 這看法 上一次 reinvent 這個馬應該都 他就放了田泰安 射了田泰安就没办法了 不打波仔 但是排了十二栋 可能早段都要落后一点 没所谓了 这么聪明的马 这条马又有马走的 还有马也要留意 不知道淋地是否可以 又不知道地是否可以淋化 金庄灵 一马跑一跑 好像试过一轮 是可以了一批的 但最近又要靚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条马 三档好跑 这条马大家都知道 埋面零尺是好的 尤其是蔡明兆奇 这条马特别奇得好的 所以要兼顾 这条马要有遮挡跑得好 这条马也要兼顾 台位不好 美好世界 它已经出水准很稳定 这段时间就走上去重发 兜过滚回来 早上很好火 你看这些火 下回来香港 潘顿也继续帮他操练 整天早上红雨没有马操 在那里等到傻子 结果都等了出来 像起步那时 在对面直路 没有拍到出来 好像不拉得住 可能在重发开心 给了一些新鲜感 充满新鲜感 那只马背到这个绑 他不是太聰明了 不是太聰明了 每次都 在重发开心 所以这次重发开心 希望好一点 交出水准 应该进来的 应该这样 进来的 有些马都 预计他 都有些表现的 竞力十足 这些马 千四 排过这么漂亮的位置 又有头又有尾 都可以拖牌 比较正经一点 这些马赢开 这些马真的拣不起手 不正常 好像这样的 因为竞力十足 上次贴栏 赚着个晚步速 回来赢 其实他被马尔代夫 追到气咳 这些马佬 其实上次是千二 对他来说 会不会嫌短了 短了 要长一些路程马 因为外地是赢 可能去到 上千六千八 这些马长一些路程马 上一次队在前面 是不对的 这马正是缩后 怎么跑的 他报千四 我想他摆核摘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跑 不过千四也未知 比较適合路程 可能 还有一种刚刚提过 很久没见到的帐篷 健康 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因为虧得一货集 好像也有点担心 担心 有点赶功夫的意味 看看这一场 我们选择了什么马 这场播放这只外档马 九号的波尔多行头 然后五号金庄令 一号的美好世界 和七号的竞力十足 接着看看美场赛事 三班千二米的赛事 这场十二匹马出赛 都满額 有星班马 五号的战斗英雄 上次赢了街上 继续陪陈嘉熙 十二号开心威龙 都是在四班赢员上来的 这场计算起来 很多快马 最快那一队 上次一队 他不是赚的 这两个马都很棒的 两个马都很棒的 临地都可以的 两个马都 看看一场 真是拼得很紧要的 这个赛事 看看这只蒙巴黎 和这只实力派 真是斗足那条直路 同场可以看着加州海哥 美丽攻略 盈月都在里面 这场简直强到疯了 说真的前面的步速又不慢 实力派早段都看到 好像留着来跑 好像很容易过到旁边的 那只蒙巴黎 但是你看到潘顿的边 其实都没有真是过去的 蒙巴黎都是推一下推一下 所以这次的排档 又是蒙巴黎在里面 分分钟又发生一样的事 两只马如何比较 虽然说你加了榜 他也有加了榜 上一次比较那么紧要 但是蒙巴黎的马 上一次就是刚刚来的 实力派上一次 是存了很久来跑的 蓄锐来跑那场马 所以这次 你拨完一场那么厉害 但是蒙巴黎我不怕他不在 但是这只实力派我就不敢说 上次黑斑的 两只马 能力差不多 总之再斗过 都说苏保罗的马 他在季尾阶段一路下去 很稳定的 马的状态 因为他经常没动 在那里扭 在那里扭 扭到这个季尾的马 所以他不残的 你残的 你们博残的 他的马现在才是黎菲 加上这只蒙巴黎 在外地赢过远地的赛职 所以更加不需要担心 没问题 这些纽西兰马 八只都会跑到临地 其实多数 不会跑到临地 在纽西兰找不到吃 整天都烂地 远地 这样的 除了这对马之外 我觉得那只神速奔驰 那只马 就是马 还会有很多进步空间 所以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根据 但是 都不要不看它 你知道马房用明朝师兄 很多时候都会 特别跑得好 是啊 这只在进步的 其实三岁马 千亿没理由应付不了 当然 没有根据就是没有根据 但是 有时都要弄一只没什么根据 他起码都想尝试一下 马这么新 应该有很多进步空间 其他的马 还有 好像开心威龙 已经搞定了 健康状态正常 难道赢完就立即没了 我又是必须的 有时 所以 又不要说不看他 其实还有一只马铃很凶的 那只美丽攻略 其实 排位差一点 不如问一下 库全怎么说 美丽攻略 上一场莫雷拉回来 也是说他有少少是突然间 好像不去追马 他是打多两边 他又就才来过 所以今次我转了少个配备 给他 转了一个CP 给他 莫雷拉今期就停赛了 这批马就换上了加利 为什么会选加利呢 你知道莫雷拉突然间停赛 很难找到骑士 其实他应该三半应该能赢 没理由 到现在都没赢 我觉得他 这次是十二档 到时候就制约了 希望排外档也有表现 档位是吃鬼剑 我自己查骑士表 涉恩这场是无马骑 无马骑 幸好加利最近也有点赢 换到一些赔率 起码不会像上次那样热 这场算下去 我自己觉得可能都多马走 那些升得出色 会不会有机会扑上来 这只马我想要等一等它 再进步才行 档位又不好 暂时差不多 那我们看看这场 我们选择什么马 第十场赛事 走投 选择上次破班制纪录的时间 8号的蒙巴黎 接着4号的实力派 2号的神速奔驰 和12号的开心威龙 这次赛事第一难计 就是天气的状况是怎样 究竟对草地和泥地有多大影响 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次我们就准备了一个提示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看到第二、第四和第六场 就是我们的精选场次 亦都有包括3T的场合 因为明天3T有多报 所谓精选场次 即是隔夜要做定功课 有时选择不选择得到 我都说要讲彩了 不过这些都是 给大家一个参考 有时你喜欢 不是一定说胆就一定中的 如果选择了胆就中的 就会发达吧 加上明天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能臨场 到时会再收拾一下提示 始终 因为刚刚那星期三 都是铁蓝马 好像一档马 优势很大 你经常说场地偏差 通常都是跑完才知道 对不对 没错 不是说再前 一定是里面好 一定是外面好 那些是猜不到的 明天除了天气之外 莫雷拉亭赛都是焦点 潘顿可不可以做扶手棍呢 我看它平均的马 不是恶得很紧要 所以个个都以为 没有了莫雷拉 当然是潘顿拉 三哥都可以 是的 全泰安的马 有几尺都可以 还有马亚 是 马亚很多来当马 大家留意一下 明天会是泥草混合赛 头场开跑时间在1点 我们下期明天有马跑 再见 拜拜